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百岁传奇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西洋红姐 今天您将结识的这位百岁老人 是九病成一的李少波爷爷 父母给他取名叫少波 其实是少波 希望他这一生顺顺当当的少一些波折 可是谁想到李爷爷这辈子 那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从小就命运多舛疾病缠身 小时候李爷爷看自己病病歪歪的 他就觉得 我这一辈子能活过三十岁就不错了 要是能到四十岁那就更好了 谁想到 这一活就活过了一百岁 那李爷爷的常述秘诀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李少波从小就被疾病缠绕 他的目标是活到三十岁 最好是能够活到四十岁 然而 几次大病 甚至是不治之症 他都请了过来 在治疗自己疾病的同时 他刻苦钻研医学知识 成为了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他究竟用什么方法治好了自己的病 体质孱弱 却长命百岁 他将告诉我们怎样的长寿秘诀呢 李少波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县家口村 作为长房长孙 一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祖父给孙子起名为少波 愿他此生少一些波折 多一些吉祥 可是 儿时的李少波 却与同龄的孩子大不相同 小小年纪就显得心事重重 有时候 整夜睡不着觉 胡思乱醒 经常是梦着这些不好解决的问题 就是常常一夜一夜 就不顺手 大人们都未很担心 担心这孩子能够养得活吗 就算是活下来 他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 由于疾病的折磨 李少波常常会想 自己可能真的活不长 那就努力的活到三十岁吧 最好是能够活到四十岁 李少波的祖父是位保学之士 有深厚的医学功力 经常免费为周围的人看病 他见孙子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 而且吃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平时练习的吐纳方法 也叫做呼吸养生法传授给孙子 十岁那年 李少波的身体状况逐渐的好转 家人就把他送进了私塾 十六岁时 他离家到县立高校读书 没几年 李少波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高校毕业后 由于连年水灾军阀混战 加紧衰落 李少波不得不外出谋生 然而 这次离乡背井 又使李少波歇息丧命 李少波二十岁那年 天津唐古永利质检厂正在社会上招工 他报了名 由于考试成绩较好 加上他气质儒雅 一表人才 被接受到工厂做工 但这里的环境实在是恶劣 捡面子扬起的戏尘到处乱飞 呛人的气体直往嗓子眼里钻 而且分给他的工作是最苦最累的活 不久 李少波就得上了职业病 膝肺 不仅如此 肠胃疾病造成了严重的滞漏 膝盖肿痛 神经衰弱等一系列的症状 接踵而至 走路迈不开步 站也不成 是坐也不成 睡下起不来 起来睡不倒 浑身上下痛如刀割 眼看着人是一天天不行了 找中医 中医没办法 找西医 西医直摇头 没办法工作 李少波这又回到了家乡 祖父见到心爱的孙子 变成了这样 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凭着多年行医的经验 他断定孙子得的是肺劳 也就是肺结合 在旧中国农村 人一旦是得上了这个病 就等于是判了死刑 家里人得知他的病症时 一个个毛骨悚然 不知所措 可是 此时的祖父 却非常的冷静 他把孙子叫到自己房里 抚摸着他的头问 你知道不知道 咱们家里 有一件别人都没有的宝贝 那就是我以前教你的方法 李少波以前练过吐纳 略知其中的奥妙 连忙点头 称事 祖父说 治病最好的药就在自己身上 关键是自己要有恒心 有毅力 做到甜淡虚无 精神内守 祖父的话 使李少波精神一震 并坚定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我单独住着 我单独住着 吃饭睡觉 我单独一个地方 到时候吃饭的时候 我桌子上饭都来了 我都吃 吃上饭来 他说家里不愿呆 不愿呆 就瘦了 这家里人不见面 不谈什么这个 一切事情 我男朋友在什么地方呢 最不我男朋友在这个书店里头 这下刚好 我根本也不愿意见面 我这是按照我祖父 给我教的这个方法 去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半年多时间的修炼 李少波又恢复了生机 身体逐渐的强壮起来 他又回到了工厂继续工作 这次得病 使李少波对中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向祖父要来了皇帝内经 心经 物要源泉等书籍 利用公余时间 废清忘食的研读 有空上街也只是去书店 见到有关医学 蒸酒 按摩等方面的书全都买下来 除了吃饭 他的工资 几乎全都用在了买书上 与此同时 李少波还对习武练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渐渐感到 自己今后将会走一条新衣的路 他决定 他决定要出去寻高人访名师 1936年 李少波离开工厂 开始了云游的生涯 他先后去了北京西安等地寻返高人 1940年 李少波驻足陕西凤县 这时 他已经整整三十岁了 以前的好友邀请他去兰州看一看 盛情难却 于是李少波上路了 一路颠簸 天快黑的时候到了天水 准备下车休整 但不知怎么回事 李少波的两条腿啊 就像是灌了签一样动弹不得 浑身像散架一样 李少波靠在床上 休息一阵也没缓过来 硬撑着在澡堂泡了一会儿 做做按摩拍打一阵 却没有任何作用 他靠在床边 暗自思量 难道 自己就真的只能活得三十岁吗 难道 自己真的就只有三十年的寿命吗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祖父教给他的方法 于是 他决定试一试 一开始 腰腿疼痛地站不住 他只有先坐着 放松全身 凝神调息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 疼痛却更加剧烈 他咬着牙 强忍着坚持练下去 慢慢地 出现了转机 等了一会儿 来了一个痛关 我们就痛关了 痛好三关 收线在命门这地方 哦 攻了好几下子 然后最后 一圈滚开了 滚开了 这 腰腿 嚼着 呼呼 呼 一圈就上来了 上来了 我试试 起来了 站起来了 这次没事了 第二天 李绍波提着箱子上了车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昨天还让人抬着 今天居然好得跟没事人一样 到了兰州 李绍波得知光华国医学社招生 为期一年 重点学习商寒论和金馈要略 由著名中医主讲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毕业之后 他留在了兰州 挂牌新衣 此时的李绍波 不但精通医术 而且一身功夫 怎生得了得 一天晚上 妻子突然听到屋里有动静 轻轻地推行李绍波 说 可能是家里有贼了 李绍波连忙起身 只听见房梁上哗啦哗啦哗啦地响了几声 不一会儿 他就提着一包东西回来了 原来 小偷被他追上之后 发现李绍波会轻功 吓得就主动地把偷来的东西放下 落荒而逃 就这样 李绍波以良好的状态 闯过了压在他心头的四十岁大观 以后啊 再有什么病 他都用祖父教给他的方法 一一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 他把这套方法归纳总结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他自己也因此实现了健康长寿 然而 就在他九十八岁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造成了脑出血 情况十分危险 那大夫这会儿呢 已经都不做治疗 这是通知我们 做最坏的打算 女儿李天晓并没有放弃 但此时此刻 他能做的只有守在父亲身边 沾上水 为父亲湿润干涩的嘴唇 第二天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呢 大夫说 那就再做一次化验 到底看看他身体里的这个状况 因为经过一夜呢 我觉得他平静下来了 大夫说再去验血 血的化验呢 结果是慢慢的身体有起色 有恢复 他的这些油量元素质啊 什么的 慢慢的有好像区域正常质 这样的情况下 大夫不可思议 然后说真是奇迹 了不起 一般情况下 脑出血即便治好了 也会出现半身不随 口眼歪斜等后遗症 但李少波却没有 这一次 李少波用自己一生的修炼 在他九十八岁高龄 又一次战胜了疾病 战胜了死亡 如今 李少波仍旧坚持 每天练习祖父 传授给他的养生方法 除此之外 他常常会粘粘手指 他说 这叫粘脂通筋法 每个手指上 都有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他就让 通到了窜水 我要做这个手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